驚喜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三個美女好辣醫師團 一頭恰恰 漂亮人夠死命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疾病耗發於夏季 身體出現哪些警訊時 千萬要注意 好辣軍團們又曾遭受 哪些疾病入侵呢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恭喜方忌慧出新書啦 還有新作品 睡眼亮的檸檬紅茶 其實我想寫 一日修行 如何一天播出一個時間 跟家人在一起 或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然後後來天下雜誌他就找我談 他說我的生命歷程 可以讓大家 往正向去走 那如何去看癌這樣子 所以我就寫出自己的故事 是 這一班其實要上別的節目比較難 上我們節目剛剛好 還有你的心目已成 有什麼過去的病病通通 我們也是一起來討論 這專輯呢 專輯主要是 對 祝福的時光 也是因為媽媽離開三年了 然後經紀人希望說 我剛好走出這個傷心 那又守校三年 那希望說 讓母親可以知道我過得很好 其實我一個人也可以很勇敢 曾經在大起大落 但現在已經恢復到平靜了 是 也出了新書 對 也出了專輯 大家都支持一下了 來 謝謝 謝謝 人生本來就這樣 高高低低啊 對 像你們這麼一帆風順的很少 我們... 我們一帆風順 你們都一帆風順嗎 我們也跌跌撞撞撞起來了 你今天怎麼站在這裡 也就算是一帆風順 不然 這個夏天一來了 我昨天看一個新聞滿恐懼 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冷氣房裡面 吹冷氣 喝涼的 但是有的人不得已為了工作 就爬到鐵鼻屋上面去工作 對 在鐵鼻屋昏倒了 這兩天真的太熱了 真的 結果拉到一涼 很壯喔 還有刺青喔 那難得他抬下來之後 他一涼的溫度 他全身灑冷水 全身給他灑冷水 那他後來醒過來嗎 後來他慢慢醒過來 這種經驗我有類似的 但是我沒有全身灑冷水 就是那時候 你是在哪裡昏倒 是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在... 對 數音下 那已經在數音下 反正你覺得沒事 然後你就在那邊 就算是很好昏 然後就... 數音下還昏倒 對 就是覺得那天 只覺得很悶而已 然後那一刻 我真的是完全都失憶 等到我有意識的時候 我已經是躺著 人家在幫我三娘吹風 我覺得是中暑 還是說你早飯沒吃昏倒而已 不是... 我吃很多 重點是熱衰竭 就真的太熱了 溫度太高了 演員最可憐的 如果現在外景 要演古裝 在樹林裡釣鋼絲等等 真的沒辦法 一定中暑 這真的中暑 太可怕了 非常辛苦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疾病其實可能是 耗發於夏季 我跟你講 我的人生真是 瓜哥 我必須要告訴你 這個夏天 對 夏天不是要小心 大家要非常小心 大家以為是心肌梗塞 腦中風是冬天耗發的 很像是 錯... 在夏天也是耗發 心肌梗塞跟腦中風 我們的心臟跟血管 基本上它是一個 調節的東西 尤其這個血管 它要能夠收縮 能夠放鬆 它是有調節的 所以有些老人家 它已經有點動脈硬化了 動脈硬化的時候 血管就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的時候 你突然間在很熱的地方 突然間在很冷的時候 熱脹冷縮的原理 它一下子 你有辦法去調節的時候 就會出現問題 我要講個例子 就是一個 30多歲的一個年輕人 北漂的孩子到台北來 找一份工作 好不容易做什麼呢 就在蓋大樓 但因為他剛來這個工地 所以他跟旁邊的人都不熟 那也第一次到這種工地 就在這種天氣裡面 走進去了 然後羞澀 自己也沒帶足夠的水 又在二三十樓上面工作 他就一個人默默地做 被發現的時候 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天啊 溫度剛才是37度多 這個病人已經到了40度多 好高 40度 對 那這就是典型的叫做熱重數 那我們講 除了急救之外 就開始來散熱 趕快降溫 補足水分 那才有機會 那所幸這是個年輕孩子 那電局了之後 CPR了一下之後 慢慢的降溫之後 他還好過來了 我自己孩子就發生這種事 五六年前 孩子開始在美國念書 回來過暑假 然後暑假我帶他去日本玩 結果有一天去坐地鐵 他就在地鐵站 這麼多人面前 躺在地上 像孫悟昏打滾 打滾 這樣摸頭這樣 頭很痛 趕快叫進車到醫院去 醫院都在打點滴 後來發現是熱衰 熱衰竭會這樣打滾 他熱的腦痛 水分不夠 晚上還要看電腦 白天還要起來玩 也是在抱怨的 他在沉默睡 這是醫師說的 就是他一定晚上沒睡覺 睡了不夠就更濃 白天水量又不夠 所以突然那個 水分不夠就會痛 然後地上打滾 其實夏天 不管夏天或冬天 你平常就要適度的維持 一個運動的一個習慣 那有些族群的人 他可能平常就不太能夠運動 比如說我要舉的例子 是一個病態性肥胖的病人 因為病態性肥胖的病人 他本身的肥胖就是生病 所以他平常也不太能夠 把自己的一些心肺功能 利用運動調節得很好 那我一個40歲的一個女性 她開完減重手術之後 在一個月後被送來急診 意識不清 她喘的一個狀況 結果急診媽做了所有的檢查之後 發現她是一個 小狀風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病人本來有高血脂 所以她回去的時候 我們醫生有耳提面命跟你說 要多補充水分 你現在在會呼吸要補充水分 可是她就是盡量少吃盡量少喝 然後又急著享受 又運動 又出汗 那出汗之後 現在她又補充水分補充得過少 又本身有高血脂的狀況 就造成她 這時候就變成一個 小中風的一個狀況 所以她入院之後 我們就趕快幫她補充水分 補充足夠的水分 再打一個 那這樣子的時候 她很快就可以恢復了 其實你的體液夠 跟你的循環很重要 你一直熱的時候 身體會帶些很多廢物 你的那個水分不夠的時候 她沒有足夠的那個載體去把你這些東西 帶到 比如說皮膚發汗發掉 帶到這個腎臟 把牌尿排掉 所以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你一定要適度的補充一個水分這樣子 對 而且是分 不是集中 你說三個小時再喝很多 她還講我好像喝水 乾杯 乾杯 其實你說15分鐘20分鐘 你就要補水 都要補水對不對 因為一天的水分不夠 這樣才容易吸收 尤其像蘿莉塔 你 或外景應該有上過 對 外景有時候很熱對不對 對 你的外景跟我外景比較不一樣 我外景可能這個單元弄完了 它要陳設道具 所以我們要進去公廟休息 已經一兩個鐘頭四了 要進冷氣房做的那天 一人一熱 就要拿毛巾披著 真的 很容易不輸 披大概10分鐘的 你的體感也差不多 就跟裡面的冷氣又結合了 好 差不多半個鐘頭 弄好了 準備出去第二個遊戲 你又要衝出去 開始到那個30分鐘 重新適應 那我們就會進來 把衣服換掉毛巾披著 真的 真的很容易生病 我再講個故事嚇嚇大家 一個50多歲的一個 我這個中年人 那他本身有高血壓跟糖尿病 沒有錯 那他是一個孝子 那麼在這種大熱天 他就中午正中午出去 孝子 孝順他兒子 兒子在家裡頭打電視遊樂器 他出去買便當給兒子 孝子 不對吧 走回來的時候 另外兩個便當 非常熱 全身已經是 像我們這種胖胖的人走出去 一下子就全身大概就是汗了 那這時候他家因為住在2、3樓 所以他要慢慢地爬樓梯走樓梯 所以他要慢慢走上去的時候 已經很不舒服 而且曬過了太陽裡面更悶 是是是 所以空氣不流通 他很不舒服 結果門這麼一打開 一進去 他兒子玩電視遊樂器 那冷氣開得很舒服 這麼一熱一冷 在剛才那個出汗的時候 巴扎一下子 就不行了 心臟血管就一下子 就好像類似發生心肌梗塞了 非常恐怕 首先他常常看我們的節目 他知道 他兒子看到症狀的時候 反而想到說 這要趕快去急救他 急救的方法是 趕快把液菱打開 先給他喝點溫開水 因為突然熱 突然冷的時候 一下收縮的時候 趕快給他喝溫開水 趕快給他喝溫開水 給他舌下含片 趕快送醫 他後來做了清導管 放了兩個支架 把命救回來 但這些東西都是在夏天 這種熱脹冷縮 忽冷忽熱的時候 隨時會發生的可怕現象 最近這個天氣 真的非常熱 有時候你出去室外 開個車子 你就看到他那個溫度 顯示機長 3839室外的溫度 體溫失衡的時候 其實要小心 會引發一個熱急症 像我們急診 常常會出一些醫療隊 我們之前就是去參加 新北的一個很大的 馬拉松比賽的醫療團 在總占醫療 在那邊就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是那一種看起來很精實 每天在跑馬拉松的那一種 到終點已經到了之後 他說他頭有點暈 那工作人員就趕快 推著輪椅就過去讓他坐 然後他工作人員說 你怎麼了 他說我頭有點暈 站不太住 然後講完話 工作人員從那個終點線 要移到我們的總醫療站的時候 三十秒而已 他就整個人就完全昏倒 那個昏倒是 不是像五熊那是暈厥 暈厥他是整個姿勢史上 他是真的 完全陷入昏迷 所以叫疼痛什麼都沒有反應這樣子 那一量體溫就 因為他是高 就運動賽事之後的 這很明顯就是所謂的 他整個意識狀況會產生變化 有的人是會口齒不清 有的人是會意識狀況混亂 人事實力搞不清楚 那像這一種是完全昏迷的 那我們當下就是趕快給他 先放到陰涼處 然後讓他躺床之後 就是給他用那個 灑冰水 然後開始降溫 那我們醫療站其實有點低 那輸液其實是比較 稍微比較冷一點的 就開始給他打上去之後 然後做緊急的降溫處理 放冰蛋 那差不多五分鐘而已 他體溫從42 馬上就降到39 非常快 39還是很高 39很高 可是其實對腦部的傷害 就是只是那短暫一下子 所以他39度 其實他人就開始可以有反應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 緊急跳救護車 那他救護車快出門的時候 馬上就降到38度多 人就已經可以開始跟你講話了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危急的情形 像這一種熱中暑的情形 最重要的還是要搶時間 像之前有遇過另外一個 是在醫院遇到的 七十幾歲農夫 他是去種田 然後不知道 倒在田地裡多久 鄰居要去旁邊的田 要送飯的時候 發現他鬧劫的人都在那裡 對 然後趕快送來醫院的時候 也是四十二三度 那個伯伯就是 從頭到尾都是昏迷 我們幫他降溫 對 打點滴什麼 做了很多 然後最後其實 他後來就是肝也衰竭 腎也衰竭 紅氧肌溶解 那一直都沒有清醒 住到教育病房兩三天之後 就走了 因為你想想看 你的組織很多時候是蛋白質 蛋白質太熱 變性 你把一個蛋放到鍋子裡 煮成荷包蛋 你再把它併到冰水裡面 它也不會變成原本的蛋 它會變成更Q彈 真的嗎 真的嗎 這會Q彈 會Q彈 妹妹 這是很危險 對啊 還在講荷包蛋 熱傷害其實是很多時候 都是要趕快緊急去處理 而且及早發現 其實才可以做一些處理 那其實我們比較常見的熱傷害 有這幾個 比較輕度的就是所謂的熱痙攣 這個痙攣跟小孩子發燒痙攣 不太一樣 那其實是因為你過度的水分 電解質失調 排出去太多 流汗太多 天氣太熱造成 這時候其實我們給它 適當的補充水分跟電解質 然後躲到陰涼處其實就可以了 中度的話就是包括熱暈絕 五熊那是熱暈絕 就是天氣太熱 所以水分散失之後 血管裡面的容積不夠 導致腦部灌流不足 造成了暈絕 或是熱衰竭 有的人就頭暈 頭痛 噁心 瓜哥小朋友那個頭痛 血管太弱 水分不夠收縮那一種的 那處理方式一樣 就是脫衣散熱 然後躲到陰涼處 補充水分 電解質 最嚴重的 最嚴重就是所謂的 熱中暑 它英文叫 熱造成的中風 簡單講英文就是 熱造成的中風 為什麼 因為它通常會合併 高溫40度以上 而且會有所謂的 意識的上失 意識的昏迷 意識的改變 那這處理方式就是 我們可以給它做 移就是移到冰涼處 敷的話就是冰敷 那處的話其實你可以給它 按摩促進周邊血液循環 那進的話如果有水池 就進到涼水裡面 然後讓它降溫 擦的話一樣是擦四肢 促進血液循環 促進降溫 不過熱中暑 千萬不要說我自己處理就好 當它意識已經改變的時候 一定要送醫院 因為這種病人 即使它體溫降下來醒過來 可是其實它的肝 腎 有受到傷害 神經細胞都會受傷害 有時候我們其實在醫院看到 急性腎衰竭 甚至要洗腎 其實都有 肝指數爆高的也都有 這個有時候還需要 住到加護病房做進一步處 所以醫生講的 所以剛剛講的案例 他後來用水淋在身上 他慢慢清醒 不是這樣就可以回去工作 對 你還是要到醫院去檢查 對 可是在戶外買不到冰塊怎麼辦 如果登山 登山 買不到冰塊 其實有水的話你就用水 然後把它擦全身擦 對 丟到水 只可以 真的整個流頭靜下去 然後要做 注意 這樣問了 人呢 教授了 他講歷史 放水 所以補充水分很重要 對 補充水分很重要 流汗要補充水分 因為水不能光靠水 還要有一些那種 電解式的東西 要不然其實會容易抽筋 我是部落客 然後我小孩在一歲多的時候 他有發燒到38度 那其實38度對小孩來說 其實不是高溫 所以我沒有很在意 就是頂多就幫他冰敷 然後觀察 隔天的半夜 我剛好在看電視 還好我那時候還在客廳看電視 我就聽到房間就是傳出這樣 砰砰砰 有點像木板敲的聲音 我想說一兩點了 他是不是突然醒來 可能在玩玩具之類的 因為才一歲多 我就進去看 結果我發現 他整個眼睛是上吊 然後那個臉 整個已經變白色 然後嘴唇發紫 臉色全部都不對了 我就尖叫叫爸爸趕快起來 然後我們趕快打救護車 然後我一上去 我就又哭又叫 然後說趕快幫他救 趕快急救他 因為我想說會不會什麼東西 就卡在他這個咽喉 他先請我冷靜 因為我講話怎麼... 媽媽先冷靜 他先請我冷靜 他沒有冷靜 他先請我冷靜 因為我當下我真的 我話都講不出來 我就一直哭一直尖叫 然後我先生就是也 嚇到講不出話來的那一種 然後他就說 媽媽你這樣子我沒有辦法知道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一量溫度 就快40度 對 然後我就說 那現在是怎麼樣 他就先上氧氣罩 然後跟我說 他們覺得應該是因為 就是高溫 然後發燒引起了熱靜暖 對 然後我到了醫院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說 媽媽一樣請你冷靜 因為我真的眼都哭 然後我到了醫院之後 醫生就跟我說 這個狀況其實小朋友 還滿常見的 只是說小朋友的體質不同 所以看就是發生的機率而已 我是最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影響到身體其他的部位 因為醫生就是先給他吃退燒 然後就是說 那我們先留在醫院觀察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說 小朋友就是六歲以下 其實就是很容易因為熱的關係 所以就是會引起這個痉軟的現象 然後他說 因為我在這個過程 我有把手放在我的女兒的 就是嘴巴裡面 妳怕他咬到舌頭 我讓他咬 對 然後我手就是 還咬到流血 因為他是咬牙切齒的那一種 直接察覺我不管了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這個絕對是錯誤的 對 基本上你盡量不要把他 用手去避免他咬到 真的 他真的就算咬到舌頭 了不起就像我們吃東西 不小心咬到 因為他其實是筋軟 所以他的肌肉其實是 所以他咬的力氣其實 可是看了畫面很驚爽 對 都是很恐怖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他的頭側一邊 避免他 側邊嗎 對 側邊 然後頭側一抬高 避免他頭在抽筋的過程裡面 撞到地板或撞到硬物 我們醫師有解釋過 就像楊巔峰的 你也不要拿東西去楊巔峰 對 側躺就好了 側躺 我們之前遇過很慘的那個 你會拿毛巾這些都做 阿嬤拿那個筆弄下去 結果筆咬斷了之後 我小朋友一歲多 後來還去坐胃鏡去夾 蹲下去 還去夾 為了一個熱筋軟 還去坐胃鏡去夾 可是那個醫生有跟我講說 他說不能發生超過六次 不然就要吃兩年的藥 應該是說 24小時裡面 通常不應該反覆的發生 因為熱筋軟有簡單跟複雜 複雜性要小心腦炎或其他的 那一般的簡單的熱筋軟 其實他的那個 你比例還滿高的 3% 也就是我們現在小朋友 如果小學生 一般二三十個 平均一般會有一個小朋友 會有熱筋軟的體質 長大會好嗎 大部分超過六歲以上 再發生熱筋軟的就沒有 對 那就要小心真的是有墊性 可是那真的是會影響到腦 不會 單純的熱筋軟是不會 小孩子他的腦部 還在發育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受到外面的刺激 比如說你熱的刺激 或熱的刺激 他比較敏感就這樣而已 所以為什麼說 過了六歲比較成熟之後 會比較穩定 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到六歲之後 一直有 有可能才有其他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要觀察到六歲 他現在多大 他現在三歲 所以我還有三年要熬 不是啊 可是他有一直在發生嗎 對啊 他只要發燒就 他有發生過兩次 理論上 你在燒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會殺住車 所以你大概燒到38 39 他會停住 但有些調節器可能 還沒有那麼敏感 或沒有那麼成熟的時候 他殺不住車 他就往上衝 所以像這種情形的話 一旦到37度的時候 你只要 稍微保護一下 千萬不要讓他衝過頭 因為他有時候就是 我每次他只要溫度38 我就每10分鐘 像那種強迫症一樣 10分鐘兩次 10分鐘兩次 要關心嗎 量到他一直 量到他覺得我很煩 他就會覺得媽媽夠了沒 對 我是因為工作都在外景 然後如果有拍戲的話 通常都是夏天拍那個冬天的戲 就要穿很厚的衣服 然後我們又找不到廁所 可能要是在下一個地方 我就剛剛講了 拍戲最怕是夏天的地方 對 而且要上廁所問題 我又不敢喝水 就讓他流汗流出來 就代替去上廁所 所以常會中暑 那一中暑的時候 我就會頭暈 然後發抖 手腳都冰冷 會想吐 然後因為我的手 可以放到後面 我就自己刮痧 這樣刮痧 好強喔 你自己刮喔 對啊 就這樣刮 對... 然後這樣刮 你自己擦屁股都快擦不上去 怎麼弄了 然後我就自己刮痧 刮一刮就會好一點 對 那還有一次是在馬來西亞 因為也比較熱 我們去演唱會30場 我更熱馬來西亞 結果我在唱歌的時候 有時候是外景嘛 外場 妳說外場 外場... 然後那個和音就這樣倒下來 那我就衝到後面 就壓住他的人中 就想說把他壓醒 結果壓很久 他眼睛還是閉著 後來救護車來了 就把那個醫護人員說 好了...他醒了 他稍微摸一下他的頭 跟他的脈搏 他說他醒了 我想說可是他沒有 眼睛沒有張開 那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就打了點滴之後就好了 好了他回來就一直說 然後我就多大意 因為剛剛擋下去了 剛剛有一個... 你吃了剛剛卡到人 我就不敢講 我說 現在他知道 他以後會以為 這種人中會痛 其實因為男生當兵之後 每次連集合場 一集合中午粗糙 就會刺起筆弱 有人這樣 跟點名一樣 倒了一套就有 以前讀書生氣也是這樣 也是 也會這樣打 對啊 你看拍戲 然後那個導演 他們都會頭上放毛巾 也會加冷 讓他因為熱就會降溫 可是助理手 通常都一天就不來做了 對 我覺得劇組滿有勢 你要拍那個古裝戲 可以冬天才開鏡 對 比如說你9月10月開鏡 可以很好動 他冬天又要拍夏天的戲 不能發抖 唇又不能發抖 剛是吊到上面還等 等看鏡頭 還來準備拍 還吊到上面 穿著棉被在那邊流汗 最好夏天真的炎熱的時候 你要真的評估你自己的身體 還有你那時候的一個狀況 再決定你要不要在外面 做一些娛樂 或者是做一些運動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遇到一個是25歲的一個 辦公室的一個上班主 那他都會覺得說 上班常常坐下來就會有肥胖 所以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天不管哪一種天氣 他都會出去做一個慢跑的一個動作 只是說他有一次就覺得說 他最近真的有一點比較胖了一點 然後他也把歸類有點胖 又有點水腫 所以他就在飲食上面控制 然後再給自己 有一點利尿的一個作用 那他覺得說 我本來都有這樣跑步的習慣 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外面很熱 我以前也是都這樣跑沒有關係 他就繼續在外面跑 那跑的一個過程 就突然間就真的是 然後就昏倒 昏倒就露倒在地上 等到旁邊人看到的時候 才幫他送到醫院去 醫院就發現說 真的就是一個露倒的人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在急診室就檢查之後 才發現說 的確他真的是熱中暑 然後導致 馬上立即需要做洗腎的動作 就趕快送到家戶病房裡面 在那邊慢慢幫他做一個 洗腎的一個動作 可是因為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在醫院裡面 這麼久 這麼一個月 對 住一個月 因為他狀況不是很好 那等到他整個一個月的情況 好了之後 他應該住醫院躺太久了 下肢也開始肌肉 因為橫紋肌溶結症之後 就開始有些萎縮的問題 所以變成下肢以後 就不能跟以前那樣子做運動 那好事是 因為醫療真的很進步 我們有辦法 讓他急性的腎衰竭 讓他有點恢復 但不用終身的洗腎 那洗腎本來就是 有大概分五個階段 之前如果有看節目的時候 都會知道 所以他洗腎的時候 剛好在第五期 就是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慢慢幫他洗... 他穩定在第三期 所以沒辦法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但是找第三期 不用到終身洗腎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比較好 所以在這個就是說提醒 熱的情況之下 的確會導致問題 可是如果你當下 因為你有做了一些其他的問題 會有脫水 或者是你覺得說 最近有在做一些 減重飲食上面的改變的話 也要非常的注意 你看他全世界速度最快就爆 他時速都可以到一百多公里 可是他只能跑三十幾秒 真的耶 要不然他全身會燒到 他會... 對 他內臟在燒 如果能繼續跑 他可能燒死掉 對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人也一樣 如果熱衰竭 你別以為沒事 你的溫度 你的器官都在燒 那夏天還有哪些病呢 我們來繼續聽一下 其實夏天就是我們泌尿科的旺季 因為很多人 他水分攝取量不足 然後容易造成身上一些問題 尤其是說 本身就有結石體質的人 所以在這個時期 你到醫院 你只要在泌尿科門診外面 看到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 就插著腰 為什麼 結石產生的 掉下來塞住了 那我要舉一個例子 就五十幾歲 像瓜哥剛剛提到的 他是一個建築工人 皮膚很有黑很壯這樣子 然後來到門診 其實他過去有結石 病石 所以他大概都知道 就開始產生之後 會有一些問題 腰會很痠 甚至有些人和病耳心嘔吐 然後甚至到血尿的狀況 所以他都會來到門診 然後一診斷 就很明顯就是一個 腎臟結石一公分 左邊腎臟結石 掉下來塞在塑尿管 所以超原波一掃 腎臟其實已經腫起來 已經造成生水腫了 那這種S官還看得到很簡單 我們就用體外正博把它鎮掉 鎮掉完之後 交代他多喝水 可是過了兩三個月 還是在夏天 他又來了 然後這一次換哪一邊 換右邊 對 所以其實我都跟他說 因為他過去有這方面的體質 我跟他說水分一定要補充充足 那就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以前都上過自然課 就是那個酒精燈 在燒那個生理食鹽水 但我們水分不足的時候 身體裡面的結晶就會慢慢地吸出來 對 那這個結晶 越累積越多的時候 就形成我們身上的結石 那當掉下來之後 就會產生一些症狀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告訴這個工人 就跟他說 雖然說你有準備水壺上工 可是問題是你要注意你尿的顏色 尿的顏色最好是 那才是正確的 有可能你一天補充2000cc 可是1500cc從汗水流掉了 那你的尿當然還是非常的濃縮 所以它的顏色就可能呈現深黃色 或深褐色的狀況 所以其實簡單的速算法是說 因為戶外工作的人 他必須要再把它流出的汗水 再補回來才可以 對 哪些族群呢 比較容易有這些結石 會來打擾你的生活 第一個就是說 在戶外工作的人 像我們舉的這個例子 第二個排汗量大的像運動員 所以運動員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觀念 他們運動完之後 一定會補充水分 補充電極質 你說跑馬拉送這種 對 這些都很重要 那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常年就是一直有結石問題 醫師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去評估你的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 我們體內的鈣離脂 因為複甲狀腺 它會造成我們鈣離脂升高 對 那第四個就是說 它每天 跟飲水量還是有關係 那再來就是比較常見 就是在臥床的病人身上 而且臥床病人身上 他因為喝水量也不敢太多 而且活動力也低的關係 所以在這類病人身上 常常發現 你還有看到一個什麼 曾經得過腎結石的 腎結石的這個 我們做過一個統計 你只要得過一次腎結石 五年的再罰幾率有百分之五十 好高 對 很高 好高 所以我都會跟我的病人說 就是夏天到了 你就好好回來做個檢查 我們在小課的時候把它處理 料中筆放到很大顆 這個我可以證明 我拿掉之後 它又跑個0.3出來 但是我一直喝 我一直在講 一定要多喝水 因為他 人家說你為什麼結石 因為結晶體 你如果不喝 小的時候不會要流掉 我那天跟小馬聊天 小馬他是血尿 他後來他去打 是從後面打 他跟我不一樣 我是從前面拿 我說你為什麼從後面打 而且你不會痛 他說都不會痛 因為他是卡在腎上面 腎腫起來 對 那個腎快壞掉了 腎腫 你知道嗎 1.8 其實通常來講 比較大顆的反而比較不會痛 對 因為它不會掉下來 我們通常是因為掉到那個 尿管 塑尿管 塑尿管那邊 所以痛 真的有一些病人 他的石頭可能大到2公分 3公分 把它完全塞住 塞住了 但這種通常他不太會痛 會血尿 對 會有血尿 甚至反覆性泌尿道感染 最後發現的原因 其實是在上面的腎臟結識 對 那這種反而比較危險 因為我們真的有發現幾個 臨床案例就是說 他已經整個把它塞滿 塞到腎臟已經完全萎縮掉了 這個病人還是沒有感覺 但他的血尿會通知他 對 他去驗血腎臟功能 可能還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腎臟有兩顆 他可能就完全是靠 另外一側的腎臟在作用這樣 一般有的人他可能不覺得 他自己是戶外工作者 但是實際上他就是戶外工作者 就照我講的例子 一個30歲的一個業務 我們常常覺得業務 到底算不算戶外工作者 有的人覺得他就是這樣 跑來... 他沒有 他開車在冷氣房 到了業務在地上 好 那... 對 我現在舉的例子就是這個 一個30歲的一個業務 那他來的時候 就是急診會診說 說很痛 那陳醫師大概會不會是藍尾炎 結果我們到門診這樣看 看的時候 鴨其實也不是那麼痛 然後問他吃東西排便 都正常喔 可是就是右下腹痛而已 那一般如果真正的藍尾炎 因為是跟腸道有關 所以一般要嘛就吃不下 要嘛就會肚子覺得排氣 他自己都沒排氣怪怪的 那後來壓一壓 他又說他比較不痛 好 那我就說 那會不會是其他的問題 然後呢等到要把他 讓他回急診的時候 他突然在門口彎下腰 就說我好痛現在就好痛 然後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直接直覺猜測就是說 這應該是跟尿路結石有關 因為尿路結石卡在比較上段的時候 是後面痛 很下段會靠近鼠西這邊痛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是右下腹痛 那後來幫他一驗 真的是有那個血尿 跟那個尿路結晶的這個狀況 就跑出來 那所以這個業務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在外面跑 其實他有時候會憋尿 而且他要喝水的時間也不一定 他覺得他可能有喝水 可是像在天氣外面 他跑一段時間 他也可能忘記那個頻率 而且他是剛才邱醫師講 他知道他之前有結石的病史 所以有結石的病史 他又聽都市傳說 他說有結石的人多喝啤酒 怕你把結石排掉 有這種事嗎 這兩天我跟朋友在吵就吵這個 他說我們都喝啤酒 就比較跟那些排掉結石 他說啤酒絕對比水有用 我說屁啊 水才有 他說就吵 因為他們愛喝酒 你現在聽醫師講兩跳 他說多喝啤酒也沒用 因為喝啤酒第一個 你是會... 你會感覺喝啤酒很多尿沒有錯 可是那是因為他是 他的酒精力量基數的部分 可是實際上 他那個就是真正的問題 是啤酒裡面很多尿酸 所以你喝很多酒的時候 其實他會造成 一個尿酸的一個成績 你反而增加結石發生的比例 而且你會把身體脫水的狀況 人家叫你多喝水 是為了讓你到 那個腎臟的罐流夠 而不是讓你只尿多而已 所以其實他這個 因為他要聽這個說法 所以第一個他在 他算是在外面工作跑來跑去 喝水不穩定 然後用錯誤的方法 去做這個排結石的動作 所以導致他更容易有結石的一個產生 那後來這個病人 就直接轉給面料科他們做處理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要補充水分 真的逼不得已 你有很多選擇沒有錯 但是 但是不要聽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傳說 說什麼多喝啤酒 可以排一排結石 這是因為那些愛喝酒的找禮 對 對 不要再相信啤酒 對 一聽醫師的話 每次要吵架 來 接下來我們看什麼 夏天也是痛風的高峰期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痛風都是在比較冷的秋冬的時間 或吃火鍋大魚大肉的時候 才會出現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在夏天的時候 剛才陳醫師講的 很多人可能會喝啤酒 或者在冷氣房 溫度也是相對比較低 很有可能會導致 尿酸濃度比較高 但是除了這個 大家知道的熟悉的地方以外 還有一個可能大家 比較不熟悉的地方 那是什麼 就是我之前有遇到 有一個21歲的男生 他專門就是在送那個食物的 外送食物的 然後一定要在外面騎摩托車 然後每天就是要這樣子送 然後單子非常的多 那因為單子非常的多 雖然是送食物給別人 自己都沒有辦法吃東西 他就會喝 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會想要去喝的 那他會覺得說 那我如果喝手搖飲料裡面 把那個糖分再加多一點的話 我就不會滴血糖 就不用吃 那麼的飯 所以他就會喝這樣一天 說一天就只喝那一杯 然後他會把它增加那個糖漿的部分 讓他的血糖可以高 然後喝完了之後 他在起的送餐的某一天 他突然間腳就痛起來 非常的痛 痛到他沒辦法把餐 送到人家的門口 所以他就趕快轉去醫院去就醫 就醫的時候醫師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 他說我從來沒有痛風發作過 我21歲我沒有大魚大肉 我根本沒吃東西 我只有喝手搖飲而已 我還會痛風發作 好奇怪喔 那其實是這樣子的 痛風發作跟尿酸有關係 尿酸的代謝 會被高果糖糖漿給抑制住 所以高果糖糖漿會影響尿酸的代謝 所以濃度會上升 然後水喝得比較少 外面又在騎摩托車送餐的時候 又流很多汗 所以 脫水外加尿酸代謝異常 導致突然間的痛風發作 痛風哪有分季節 因為每個季節都有什麼 烏魚劑 鮪魚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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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隨時吃不完 澎湖有什麼掉小卷 講得好 來 接下來我們還有什麼病的成語 我講的部分是高溫脫水 低血壓更可怕 我們人體所有的組織 所有的器官都需要有那個灌流 血液的灌流 水分的灌流 它才能夠正常的一個運作 當你血壓低的時候 就代表它灌不進去 灌不進去就怎樣 就是代表我們常常在講的 一個休克的東西 那我自己的案例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不是只有一般我們正常在工作的 萬一你生病再恢復期 你也要很注意這件事情 即便你沒有做任何運動 我一個70歲的一個婆婆 她看會玩一個肝癌手術 那恢復都很順利 在醫院都很好 可是出院之後 隔兩天就趕後 家人就急急忙忙帶回我門診 說媽媽回去發燒 我說她發燒 然後她說 回去發燒的那個溫度 是大概37.8 38.1這樣 我們就說 那病人回去有什麼狀況 她說也沒有 只是好像比較不愛吃東西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們就幫她抽血照X光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看起來也都還好 那我就跟她說 反正那你回去 還是要讓病人做適度的活動 因為回去 老人家覺得大病出癒就不太愛動 不太愛動 你不愛動的時候 你腸乳動會更差 食慾就會變比較不好 我們就這樣跟她講 你回去讓她多活動 鼓勵她吃東西就這樣 結果隔兩天之後 急診就call我 病人已經到急診了 然後是昏迷不行的這樣 然後那時候血壓只有70 30 然後心跳到120幾 後來去幫她看 其實她就是呈現我們剛才講的 一個休克的狀態 那結果那個發生的場景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她回去 我們有鼓勵她多吃東西 婆婆就說她沒有 門愛吃 那家人說不然就多活動 她又不愛活動 因為家裡有幫她請看護 結果她吃禁食也沒有那麼多 那看護呢 就每天把她推出去活動 把她推出去曬太陽 然後推出去曬太陽的時候 水分又補充不夠 所以她推了兩天之後 第二天這個病人 就整個脫水了 對 就只有這樣 病人是沒有活動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 一定要運動 積電脫水的 它會怎樣 有的大病處理的人 她身體比較弱 你把她推去曬太陽 讓她在那邊慢慢脫水 她也是會形成這種狀況 後來就趕快幫她 打了點滴灌流之後 就比較好 可是這個真的 你也不要小看 當組織灌流不足的時候 如果身體很弱 或者是像這種老人家 你要長期處於這個狀況 腎臟灌流不足 如果回不來的時候 她一輩子是要洗腎的 心臟灌流不足 臨時打不過去 有時候就直接 心肌梗塞就走掉了 對 所以還是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 我看到我們公園那邊 很多人出來 然後你就看外寮在那邊 聊天 講電話 集體聊天 他就會忽略掉 然後有時候太陽開始變了 已經曬到老人家 弄一包 昨天下午到一兩點 我都經過四四南村 南下午在附近 就看到 大概有三四十個 推老人家那個 三四十個 三四十個 怎麼通通有聚會 通通圍在樹底下 我就不知道 他沒有什麼聚會 大概也出來曬太陽 他有樹蔭底下 可是老人家都會圍成 一堆面相面 其他人都在聊天 對 就把人家都在面相面 天氣熱 其實皮膚也會出現 滿多的狀況 我們發現 就是正式進入夏天 什麼蟲麻疹 濕疹 毛囊炎 這些疾病 開始一下子 病人都回容了 真的 但最後最近幾年 我們發現一個很 滿明顯的狀況 就是某些跟 也是因為天氣熱而 變得病人數增加 我們最近幾年發現後 在夏天的時候 帶狀泡疹的病人數 增加滿多的 而且非常明顯 但是帶狀泡疹 有些人有些誤解 覺得說一定會產生一些 疼痛的感覺 但事實不然 他其實是因為 他的一個 然後造成一個 發炎現象 造成一個神經的感覺異常 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表現不見得是痛 他可能是會癢 或是刺刺的 或者是摸起來怪怪的 或者是有一點像 被電到的感覺 我們前一陣子 就有一位六十幾歲的患者 他就在腰部的地方 突然長了一顆一顆的疹痣 那其實夏天又熱 那他其實本來以為說 這個就是濕疹 所以他就去藥局 買一些濕疹的藥 就差兩三天 沒想到越差越多 也越來越癢 然後其實這就是一個 帶狀泡疹的表現 他其實大部分都是一個 單側的皮結的表現 那趕快我們就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免疫狀況比較不好 又有血糖的問題 就趕快給他抗病毒的藥 其實抗病毒的藥 一下去之後 一兩天之後 整個診治都開始平了 都慢慢結痂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有一些 對帶狀泡有些誤解 就是說千萬不要因為他不痛 然後就不去看醫生 就亂用藥 因為帶狀泡疹有時候 如果沒有第一時間治療的話 他有時候會造成一個 慢性的一個神經破壞 神經發炎的現象 有時候會持續好幾個月 我覺得剛剛醫生講的 那個皮膚的問題 我真的是心有其其言 因為夏天真的是 女生的噩夢 因為我們就是會化妝 可是因為天氣熱 你就流汗什麼 就很容易脫妝 那你一脫妝 你就會要趕快補妝 才比較好看 然後要防曬什麼的 那我就發現說 回家卸妝的時候 怎麼臉就有點紅紅的 那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一開始想說 應該就是因為曬得太陽很熱吧 那應該敷個面膜啊 過個幾天就好了吧 結果沒有耶 過個幾天之後就是越長越多 然後就很癢 然後就發現原來是長了疹子了 那那個疹子啊 就是它真的很癢 但你知道其實不能抓 因為抓了會更嚴重 可是真的太癢 你就是會抓下去 然後就變得真的很嚴重 那像我就是會去看 皮膚科醫生這樣子 會跟醫生拿藥 擦了是有用 可是呢 就是一旦不注意 它又會長出來耶 然後因為像夏天 我們也會穿那個長褲出門 穿長褲出門 有的時候回到家也是 腿上也會長這樣子 那像我有一個朋友女生 然後她也是 我那時候就注意到她說 她的大腿內側就是有一些疹子 那我就有跟她講說 你那個要去看醫生啦 但她就是那種大辣辣的女生 她就說沒有關係 失診也沒什麼 又不會死 就是應該到時候就好了吧 那我就想說 對啦 是不會死 所以我就會不理 我就想說好吧 就隨便她 結果她就真的都不管她 然後因為夏天 她就這樣走路大腿摩擦 然後仰又去抓 結果過了一陣子之後 她的肝臂變黑耶 她就大腿的天氣 就色素沉澱了 因為她都不看醫生 導致她現在夏天 我們要穿泳裝什麼 她都不敢穿 因為就是黑黑的話 也不能穿很短的短褲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夏天 除了水分流失之外 我覺得好像膠原看來 也會流失的特別快 就是夏天皮膚都會變得 比較粗糙跟乾燥 然後因為那個 就是夏天的那個紫外線很強 紫外線真的太毒了 有的時候 我只是從我家走到巷口的便利商店 買東西回來 我就覺得我好曬黑了 而且就才走這麼短短的路 你就會全身大爆汗 然後趕快回到家吹冷氣 就乾掉 那這樣子一濕乾下來 其實我覺得皮膚很容易出狀況 然後之前我就有跟朋友在討論說 怎麼辦 就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皮膚比較穩定 不要一直復發這樣子 那我們就討論出來說 其實好像現在還滿流行 吃的保養品的 就吃的保養品是比較安全 然後我朋友就推薦了我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姐姐謝金燕也有在吃的 桃花丁 對 她叫桃花丁 名字是超可愛的 那桃紅色的 你們可以看 好可愛 粉紅色很可愛對不對 然後這個 桃花丁是這個品牌 跟韓國的皮膚管理中心 他們一起共同編發的 然後裡面有非常厲害的成分 其中有一個是他們專利的 骨光肝胎 然後這個成分除了對皮膚好之外 還有 所以就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 水水亮晶晶這樣子 然後氣色也會比較好這樣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成分 叫做P-O-O-G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很好用 對 所以她吃了以後 不是只有臉 連身體的皮膚都會變得痰潤 有光澤這樣子 很有彈性 來 解摸一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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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吧 對啊 好Q喔 真的有 真的不錯 可是我現在補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 對 可以的 然後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那個 就是一個比較很擔心的人 所以我就有上網 都會查它的成分來源什麼的 然後我就有查到說 它的膠原蛋白來源呢 是從高品質的魚皮萃取出來的 那魚皮萃取出來的 魚膠原蛋白 就比一般動物的膠原蛋白 分子還要小 像牛 豬雞那些的分子 都沒有魚膠原蛋白這麼小 然後呢 它也比較沒有刺激味 刺鼻味 然後呢安全性也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因為其實夏天嘛 因為高溫啊 紫外線 汗水 其實皮膚真的會很不穩定 那剛剛蘿莉塔有講到 兩個很重要的成分 第一個就是骨光甘碳 那骨光甘碳呢 其實呢 它是一個我們人體很重要的成分 它跟一些 像我們的一些 自由基的綜合壓 酵素系統的一個正常的維持 然後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說 它可以抑制我們 黑色素的 酸酶酶 中間的銅離子 所以讓皮膚比較不容易暗沉 產生色素沉澱 都有關係 那骨光甘碳呢 我們體內本來就有的 只是隨著年紀 會慢慢的變少 可是 所以可以適時補充的話呢 對皮膚的一個穩定度 是會有幫助的 那第二個成分呢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膠原蛋白 對 那我們知道膠原蛋白呢 其實是一個蛋白質 它在我們體內的所有的蛋白質 大概20%左右 那存在在皮膚 韌帶 軟骨 結地組織裡面 那皮膚裡面呢 最相關的呢 就是真皮層的膠原蛋白呢 跟我們皮膚的一個 還有一個維持的一個 皮膚的保水度是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適度補充的話呢 比較不容易老化 大家認為呢 冬天呢 低溫濕著 氣候變化大 所以產生疾病多 但也不要忽略了 夏天天氣熱 容易脫水 而造成新冠或中暑那種疾病 對方機會多多支持一下 那專輯的書都是很精采的 暫時謝謝 恭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集ices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哦